安播籃球快訊 星期五早早NBA常規賽好戲不斷 爵士繼續主場對陣堂鵝 直播屆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堂鵝上場爆冷慘敗爵士 並被終止七連勝腳步 不過貴為西岸第一 堂鵝必定不會就這樣沉淪 何況他們具備不錯的調整能力 過去三次遭遇敗仗歌陣 第二戰都能夠重返勝軌 但需要指出 堂鵝過去五次和爵士交手輸足四次 目前還處於對賽兩年敗中 這次作客尤他 堂鵝難逃一場互戰 爵士本賽季推倒重建 大部分成員都被交易送走 老隊員指正康利、卡克神等幾人 在賽季初 爵士有不錯發揮 以三連勝開局 頭十三場更是贏了十場 但畢竟實力大不如前 球隊之後陷入低迷 都曾經遭遇一次三連敗 同一次五連敗 在上場對陣堂鵝前 爵士正處於兩連敗中 不過 面對堂鵝的一戰 爵士交出一份幾乎滿分的成績單 前三節賽季就九十一比七十一大幅領先 並最終以一百二十一比一百取勝 為堂鵝送上當頭一鵬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 爵士歌場有十九次失誤 而且有二三次犯規 兩項數據都多過堂鵝 其中卡克神和亞歷山大獲加各有四次失誤 雲達比特和奧利尼克分別有五次和四次犯規 金鵝面對志在復仇的堂鵝 爵士必須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陣容方面 後衛哥連塞斯頓和莊尼組贊等人相決 堂鵝肯定是聯盟最近時間裏面最威水的球隊 在缺小主將恩格臨的情況下 由斯安威廉神丹核大隊豪取七連勝 並一舉登上西岸第一王座 但慢慢沒想到 堂鵝上場會在爵士身上翻船 斯安威廉神上場依然保持高水準 交出二六分 九個藍板和五次助攻的成績丹 但除了他之外 其餘球員的發揮非常一般 麥高林十七中六得到十四分 華連斯丘拿斯十三中六得到十五分 而特利梅菲更是七頭全失 就連佛球都未能命中 最終零分收場 可見在陷入困境的時候 單核的堂鵝戰鬥力還是有所欠缺 較為有利的是 堂鵝擁有強大的自我調整能力 過去三次遭遇敗仗哥陣 第二戰都能夠重返勝軌 何況斯安威廉神出色的狀態都一直得到保持 這次再戰著時 堂鵝力球重返勝軌 陣容方面 前鵝恩格林同意這利大已繼續決陣 想緊貼著MBA資訊? 快點追蹤我們Facebook 訂閱我們的頻道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